好的 歡迎回來 月師姐喔 大家中午好 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個 神魔三國制的禮包碼 不是啦 禮包碼的碼打錯了 好 不關心啊 那禮包碼是TXXQM I 利I喔 那我們把那個 禮包碼放上去 獨立這裡 然後禮包碼 欸 什麼無效 欸 我被欺騙了嗎 等一下我看一下 怎麼這樣子 還是我打錯 TXXQM 喔 J啦 Sorry Sorry My fault J 是J 好不好 愚蠢 我又搞一個愚蠢事情 欸 為什麼 TXXQM J 利I 不是嗎 TXXQM J 利...喔 是L是不是 L 是L 對不起 各位大哥 各位大哥 那個 中午還沒吃飽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出氣 好 我們今天聊一下喔 那個中後期的龍魂玉 然後兌換的地方 要在哪裡兌換 就是你前期可能商店那裡 兌換的 都不是龍魂玉 但我覺得後期哪些東西滿了之後 你可以開始 去洗龍魂 那你可能需要大量的龍魂玉 那就在這裡推薦給大家 那... 在推薦之前 雖然說都已經在左邊寫上去了 不過還是幫我的影片點個讚 然後感謝大家 還沒訂閱觀眾朋友 幫月世界衝一下 我想衝一千耶 拜託 謝謝大家 鞠躬 再鞠躬 好不好 好 那我們進入今天的正式主題喔 那其實呢 兌換處在這個所謂的雲台敗將這裡 前半段你可能會需要轉將 但是後半段來說的話呢 幾乎都 現在也沒有提到轉將的問題啊 其實轉將也沒有什麼太大意義啊 前半段就抽到什麼練什麼 然後轉將反倒是沒有什麼意義可言 倒不如把你的輪迴石拿來去買龍魂玉 或者是買神龍奪寶券也是可以 因為神龍奪寶券 畢竟還是可以幫你創造不少財富 以及可以拿到神兵寶石的部分 所以說 這裡的話呢 把這個奪寶券給買好買滿 然後 就買這兩個就好了 龍魂玉 然後神龍奪寶券 但是重點今天是要講龍魂玉的部分 那這是第一個部分喔 雲台的部分 輪回商店這裡 那其實其他有很多方式可以拿到龍魂玉 包括說你去 在這個活動裡面 然後解完任務 也有機會拿到龍魂玉 那有很多地方可以拿到龍魂玉的部分 我覺得 只要你每天有把相對應的任務解完 然後排行有到的話 像九州戰場這裡 好像也有龍魂玉吧 忘記了 排行獎勵嗎 喔這沒有 在哪裡有 我突然就忘記了 喔這裡有 這裡就有這個 試煉就有獎勵的部分 所以說 我們不做一一贅述 我們就只做精華部分就好 那另外呢 我們在這個 所謂的商場這裡 然後呢 我們看到積分 至尊段位這裡 假設各位圖騰已滿的 各位朋友們 我是沒有把蠻相給練滿 我就練到 可能是 這個我看一下 怎麼弄呢 更換好了 我們的圖騰啊 以蒼狼笑天 蒙古咆哮 雲豹 然後熊獅跟龍之恩哲 練滿即可 那就可以開始 不要不用去買那個圖騰之魂 那這時候不買圖騰之魂 就可以開始轉手去買這個 所謂的 呃 龍魂玉的部分 那如果說你怕之後 會再出 會再出 新的 那個 所謂的 圖騰的話呢 你也可以趁這個機會 先把它買好買滿 比方說先買個 我忘記了 我看一下蟲子會給我幾個 蟲子會給我30個 那我們可以先買 買好買滿30個 比方說我現在包包裡面有 聽說之後應該還會再出那個 出龍魂啊 欸 說說圖騰喔 所以說你可以先把它買好買滿 買再買個 再買 再買一下好了 反正買錯也沒有關係喔 就這樣子吧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很負責任 我覺得 也還好 因為就算我買錯好了 我還有那個蟲像可以升級喔 那起碼我可以先把蟲像升級 那之後 如果說有新的話 我就把蟲像給重置 那你也不會浪費掉 那其實只要六顆龍魂機 不好意思 意思就是說 六顆圖騰即可 因為再怎麼上陣的結果 其實只有 五人能上陣 然後最後就是一個死掉之後 往上地補這樣子 所以說你買好買滿六個 相對應足夠量 可以讓圖騰升級的圖騰之魂即可 那另外呢 我們在戰場這裡 戰場 然後 榮耀商店這裡 假設今天你已經不缺昇華了 或者是說 我會基本上會建議各位玩家 紅裝部分 除了送的一套 滿新的五星的紅裝之外呢 最好最好再弄第二套 或者是說 如果說不要第二套的話 起碼要一套四星的裝備 給你第二隻打手會是最好 主力打手 兩隻都要把它穿小穿滿 那其實如果說硬不要鎖的話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 龍魂玉是個大坑 那你這個坑怎麼填都填不滿 但是 裝備這個坑可以讓你填滿 雖然說要花很多時間 假設說三個 三個二星才能升上三星 然後這樣的話就要九個 九個那個二星才能升上去 這個所謂的四星的部分 我看一下 我們算一下 又到神魔小算場的時間 應用指示 各十百千萬 兩萬然後乘以九 這樣就可以拿到一個四星的紅裝 各十百千萬 十萬 二十五萬就可以讓你拿到一個四星的紅裝 那乘以四的話呢 則是要一百多萬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一百多萬的這個幣喔 就可以讓你 換好換滿四星紅裝喔 那 這樣的話我們算一下喔 一個四星紅裝 那還要三個四星紅裝 才可以升到五星嘛 所以要三百多萬 才能升四個紅星 紅星裝 欸不對這樣算會亂掉 各十百千萬 乘以九就是紅星 然後再乘以三 再乘以三 就是一組的那個所謂的 紅星 五星裝備 各十百千萬 十萬 七十六萬 你就可以拿到 那不是一組 是一件 那乘以四的話 應該是要三百多萬 是不是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你累積三百多萬 就可以再準備一套新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五星紅裝 我覺得 起碼起碼上到四星 那其他部分再說 起碼上到四星會很重要 那為什麼會很重要 等一下我們呢 透過其他戰鬥的方式 再跟大家做講解 那另外來說的話呢 在戰場這裡 軍攻 那軍攻這裡的話呢 建議各位玩家也可以買龍魂獄喔 因為每周只能買三個 那其實五千的話 會建議各位 如果說除非你軍攻夠啊 去解每天的任務 那我每天的任務 其實我都會去買這個 戰棋精華最少的 那你也可以買棋鏈石 那如果說 我覺得對五顆玩家來說的話呢 我們去那個國戰都是被虐的 所以我不會建議各位玩家 一定要把 其實你把主力打手的那個 紅棋升好就好了 那其他沒升好的就算了 那如果這樣的話呢 我會建議 無課玩家CP值最高的話 無課玩家喔 記得我講是無課玩家 有課玩家的話呢 應該都會把戰棋精華先買好買滿這樣子 那我們去打其實也 很難拿到那個軍攻令喔 因為怎麼說 我們每次輸的話就是60嘛 那一天才能輸幾次而已 那能贏的機會也很少 除非你剛好遇到 對方的那個所謂的肥料 那你就可以去多吸一些軍攻出來 那如果不夠的話呢 我覺得你可以先買最少就好 去解任務 我想解任務其實那個什麼 國戰這裡 他有軍攻 他有積分獎勵 然後每天我們至少要 我們如果沒有商店的話 我們如果沒有商店的話 起碼我們可以在軍工商場這裡買一個 那好 其實差不多 我先買一個這個就好了 那這樣其實就扣很多 就扣5000了 所以我會建議玩家 無課玩家 你比較少拿到那個軍攻令的話呢 你可以去買戰棋精華 或者是買洗練石的部分 然後來去解任務即可 解任務即可 以任務需求為導向去解就好 然後現在我們都是被壓著打 因為我們現在戰力真的非常不夠 然後再加上我們家的盟主 又休息了 休息了 兩隻最強的打手 將近4000萬的打手都休息 那我們現在主力打手大概只剩下小孩 這4800萬 然後小麥也休息也不玩 久久也沒有玩 所以接下來就是他了 那個Cable 然後Cable也才2300而已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八爺部分 快2000萬了 所以我們的戰力實在是 相當相當之低 有相當相當之低 所以我們今天 漢中要引恐怕很 很慢喔 那我估計的話 起碼到10月去 我有小喬才能升上13星 13星 那我下一隻應該會練神諸葛 神諸葛已經來到10星的部分 來到10星的部分 那11星的話肥料應該也差不多 快出來了 差一隻9星的肥料 其實我想把甘霖保留 跟這個張療保留 去打九州真誠 不然其實肥料就足夠 肥料就足夠 硬要升的話肥料就足夠 那我覺得九州真誠 跟同關部分 同關真誠還是需要其他的角色 所以說你練到後期來說的話 你可能會開始需要部分的9星或10星角色 所以這時候呢 你可以 因為觀印不足的情況下 你可以放慢 你的升星的腳步 不用把資源集中在同一隻 一定要升星 你看我現在其實也有兩隻 10星以上的月鷹 我覺得說太多了 我們回歸到真正主題了 然後 另外呢 請你在奪寶這裡 特別是今天如果有10萬的話 然後這裡有100顆龍魂玉的話呢 你假設今天你的幸運值 呃70才會滿 這時候你可以狂抽 我覺得這個點就可以狂抽 然後再加上這裡有輪迴神石 我覺得這是 只要這不是什麼普通招募令 的話呢 然後只要神石加上 龍魂玉加上這10萬 再加上 如果說這裡是那個 星塵龍魂也可以 也可以 反正你就硬抽 抽好抽滿 抽到這個為止 那一抽到你就可以收手 收手之後我就換掉 唉唷 大獎 這裡的話我大概是76 我覺得這個時候 就不用硬抽 因為這裡的 金鍊石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 沒有什麼太大的必要 就是有點就好 你可以點個五次至六次就好 沒有抽中就算了 因為這個還是很容易洗 不過現在我最想洗的是 神話陀 一直洗不出來 真的是有 我的那個經過 大概有經過兩次的 四百萬根神兵寶石 結果就是一直不出 神話陀出來給我 我覺得蠻討厭 蠻討厭 因為我現在其實 雖然我後期 才會在練神話陀 但是我目前的話 話陀的那個魂是不夠的 現在這裡只有五隻 然後這裡的話是一隻 五隻的話是九星 然後十星沒問題 十星兩隻 所以只能升到十一星左右 就就停止 那十二星十三星還要 需要四隻的話陀本體 所以我想要 希望在奪寶這裡 就可以把神話陀拿好拿滿 這樣子 那目前的話就是 十月世界想跟大家做分享 有關於龍魂域兌換之處 那如果這是我覺得 後期你可以開始思考 兌換的地方 那如果說有其他漏掉的部分 也歡迎那個網友在下方留言 那來補充這樣子 那另外來說 講到為什麼要講到紅裝很重要 紅裝其實 會影響到你的生命值攻擊力 跟 我這兩 生命值加了二十幾% 然後這裡的話是 這裡就23% 所以說紅裝提升攻擊力跟生命 會是相當重要的一個 要點 那還有一個要點是 因為紅裝會影響到你鍍魂等級 所以說你鍍魂越高 你的那個 效益值搭配這所謂的 那個所謂的符石的陣法 會更強 強悍 所以說 起碼起碼 我越世界建議各位玩家 除了送的這個 一套之外呢 你至少要幫你的第二打手 準備好 一套四星的那個紅裝 那我預計我想 我比較奢望的是我想要幫 神旁桶弄到 第二套的五星紅裝 所以我會有 我會考慮著 開始 之前之前是有換的 因為 為了要洗那個龍魂玉 所以說 我在那個 剛才那個龍藥商店這裡 有兌換不少的那個 那個龍魂玉這樣子 那我覺得 龍魂玉就可以按照 月世界剛剛講的方式 去兌換即可 那我們 今天來看到 其實有 玩家一直在講說 神趙雲要怎麼練或怎麼配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個 呃角色 其實 天下不武 這個玩家他沒有玩 但是我覺得他配的方式就不錯 神諸葛搭配這個神趙雲 然後加上神湯筒 然後再 蹲 搭上這個月鷹 跟這個所謂的 呃魔官 這支隊伍就算是蠻強勢的 那另外來說的話 有一個角色 有一個那個 這個 也不錯 看一下 這個是1400萬 我覺得他這樣搭配也不錯 神趙雲 然後神諸葛 加上神龐統 跟魔官雲 跟神化陀 這樣也是可以的角色 其實 後期來說的話 如果說你是有客玩家 通常都建議各位玩家 可以走一個神魔混搭的路線 那今天為什麼 月世界有辦法贏這個1400萬 原因主要還是差在 鍍魂的部分 這裡的鍍魂沒有滿 然後再加上他用的 不是怒翼套 所以月世界贏的部分會在這裡 再加上他的鍍魂也沒有滿 剛才說錯 符石沒有滿 符石沒有滿 然後鍍魂的話也沒有滿 然後這裡是用的是 那個所謂的反傷套 是比較奇怪一點 不過他應該是要把它當成坦來用 所以這裡塞上的是猛虎咆哮 那他的主力應該是這個神龐統 但是最可惜的是 神龐統最主要的是要暴擊率高 但是他暴擊率只有16% 所以我覺得此時此刻 倒不如把精力先組裝在這個 所謂的神趙雲之上 那他的暴擊就太低太低了 所以他輸出不是那麼的足夠 但是硬度來說我覺得還可以 我們看一下好了 因為有人心的關係 所以他的那個硬度就往上提升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神龐統炸下去 其實也損到對方的神龐統一半的血量 搭上這個魔關以及這個鼠關的搭配 就直接收掉對方的神龐統 然後援軍起來就直接佔掉他的神龐統的 所以我覺得說如果說今天要比 硬要比的話我覺得可以放神劉備當援軍 復活神龐統是關鍵 或者是說根本就不要放援軍 因為援軍起來會佔一個位置 援軍起來不會讓他更強的話 我就覺得沒有什麼意義 但其他的那個屬諸葛也有突破 練到360等 但我本來看到突破的那個等 角色等級突破的話 我想說應該是不會贏 沒想到後來居然贏了 沒有後來居然贏對方 那我覺得浮石鍍魂還是會有落差 即便今天戰力相差將近快500萬的戰力 那我覺得此時此刻是因為對方的那個 角色不夠硬 然後神造的輸出不夠強 那我們看到剛才講的天下不武部分 天下不武就其實很強 他的神造戰力是57萬 然後搭配了霧連 然後有終極破甲 超級無力 加上這個嗜血 以及有必殺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那個主力打手 暴擊起碼都要超過60%以上 甚至是要70%以上 這個輸出才會有亮眼 暴擊高 然後加上浮石跟那個所謂的鍍魂 這樣你的那個整個輸出效果才會出來 包括說其他硬體設備的搭配 不管說是天鋼地煞 聖氣的等級 聖氣等級也沒有結 不然他會更強 他會更強 那猛將等級其實聯盟等級才49而已 所以說神造這個角色來說的話 其實他打我真的很痛看一下 這樣練神造他很多東西我沒有點都 就讓月世界很頭痛 所以說這樣子搭配加上你有花錢的話 有外觀其實都蠻有能力值展現出來的效果 但為什麼前面就會先滅掉對方 其實我覺得我是打不贏他的神造 我可以殺掉他的輔助 但是殺不贏他的其他的輔助型的角色 那最後為什麼會贏的關鍵在於說 他的康暴數值不高 我們看一下 其實他後面神造撐很久 撐很久 所以這支神造的練法可以提供給 有練神造的那個玩家做提 做那個建議這樣子 這裡的話看一下 他的基本抗暴來說 這身旁只有7% 因為他的那個天命沒有開 天命沒有開 然後月音也沒有開天命 都會有差 欸這個 是等級關係嗎 應該不是十星就很開 我有忘記了 然後這裡的話也是一樣沒有開天命 所以他的抗暴係數都很低 很低的話你就會有 容易被對方暴擊的那個危機出來 然後他的神造的話 大家如果說有練那個神造 你可以參考他 他的 可惜啊 我覺得他那個E3招度很美滿 不然的話他會更痛 然後帶的是一定要帶那個怒意套 怒意套這樣子 然後他其實有抗暴跟防禦 抗暴跟防禦的那個速度 然後跟那個 暴槍跟攻擊部分 那如果說可以的話應該要洗 對暴傷 我覺得洗攻擊%也可以 不見得要洗那個暴傷 如果說你今天那個暴擊撐很高 撐很高的話 暴傷也可以往上疊 沒有錯 然後這裡的話是霧傷加攻擊 這裡的話是抗暴加霧免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其實神造是不需要洗速度 他速度不用快 因為他單一隻的話他速度快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效益可言 主要是他要夠硬夠彈 然後殺人夠痛 這樣就好了 吃就吃他反擊跟人家 嗜血去做回血這樣子 讓神造整個硬度 或是坦度可以完整的呈現出來 服食一套是必備的 鍍魂是一定要有 然後要五星裝備 那剛才講的破甲 然後霧連一定要有 霧連有破甲 然後暴擊的那個部分必殺要有 然後暴追 這裡沒有暴追就比較可惜一點 他後期沒有完 所以說他沒有再去洗這個龍魂的部分 那就比較可惜 然後後期不完的話就會慢慢的被超過 慢慢的超過 所以說這隻角色搭配可以推薦給大家 然後另外另外有一個很強的這個所謂的 最強V0 我不知道目前看到最強V0是1400 快1500萬 然後他是V0 那他練的也是神造部分 那他比較猛的是 其實神造搭配那個魔女布 一直以來都是很多人推薦的角色 為什麼 神造本來就戳前排 魔女布也戳前排 兩隻戳前排就是可以趕快的把對方的那個 前方的 不管他是猛將也好 或是魔士也好 盡快突破 那這裡的話我覺得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裝精準 因為前面如果是戰的是魔士的話 通常都會塞個閃避或者是敏捷 那精準這時候就會派上用場 我沒有 所以神造一定要搭配霧連跟破甲 破甲是所有猛將或者是魔士也好 都是要必備的 然後神造一定要有嗜血 因為這樣才可以做回血 把他往上做提升 然後有暴追 武力也是要有 武力的話就要看你的口袋深度 很多人都 很多道爾都說其實武力比較沒有用 沒有用的原因在於 他覺得說 找不如用其他技能去做彌補 但是我覺得15%的物理傷害也是蠻高的 然後再加上300點的那個攻擊 那另外另外來說一定要搭配蒼狼的笑天 這是沒有問題 然後 怒一套 所以你看一定要怒一套 然後他是走攻擊趴數跟爆傷部分 有生命 所以其實神造你也可以篩生命 然後有抗暴 我覺得抗暴對於神造來說也是相當重要 他是一隻必須要撐高暴擊跟抗暴的角色 因為他會站在前面當成坦來使用 那另外又要有暴擊跟攻擊部分 那他的暴擊就有60幾% 所以說我 我會建議各位玩家一定要把暴擊往上提升 你的主力角色暴擊起碼要50%以上會是最好 50%還嫌少 還嫌少 然後抗暴的話能提高盡量提高 所以說所有的角色來到天命可以開啟 這10%抗暴會是關鍵 10%抗暴會差很多 然後再加上你可以塞上不趨的兵法 然後你的抗暴指數就會往上做提升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跟他切磋一下 我是輸啦 因為第一戰力差 然後第二的話呢 對方的這個其實 神話頭 神話頭對 這裡 喔滿可惜喔 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把神話頭抗暴跟這個所謂的玄武技師提高 這裡的話呢 如果說我方是猛將的話 還可以提高10%攻擊力喔 這也是練話頭的主要原因 除了神話頭本身的那個人心喔 可以讓我方的那個看一下 人心可以免傷15%之外 而且還有受療25% 這是相當重要 然後這應該是放龍 欸雲爆喔 好雲爆 為什麼不是放龍之恩者 龍正在這裡嗎 好堅韌耶 那其他角色放什麼 蒙虎咆哮 蠻相之力 也是可以 那我們切磋一下好了 如果說今天對方角色那個 趙雲在這裡的話 我會建議玩家 如果知道的話 你要把陸續放這裡 不然就直接 你可能那個鼠冠也很早就被戳死了 你看他的神兆戳戳我一下 我的那個 夭壽好痛你看 他的 他只吃 那個 神諸葛跟屬諸葛的BUFF而已喔 其實吃不到那個 神話頭的BUFF喔 但是這樣就很強 強勢強勢在哪裡你知道嗎 這個 就是一再重複了 怒一套 怒一套 然後符石要有 鍍魂要有 鍍魂的話也是四級 然後一定要搭配四星裝喔 我覺得四星裝會很重要 攻擊趴數會往上做提升喔 那當然必備的龍魂也是要啊 必殺啦 精準 你看精準是必要的 然後搶洗 其實那個搶洗部分可以造成對方暈眩 而且魔女部有機會可以就是連擊的部分喔 所以說是相當痛 相當痛 那他的魔女部攻擊力就五十幾萬了 五十幾萬了 比我本身 鼠關的那個 主力打手的鼠關的攻擊力還要高喔 所以 我們會輸不是沒有原因喔 今天 其實因為世界一直追求的是說 可能是3-2 就是三隻 去增加攻擊力的角色 然後輔助兩隻打手 或者是說 4-1 就是四隻輔助 增加輔助的那個狀態 然後去輔助一隻 做 那個所謂的 單回合突破 直接殺掉對方的那個 概念 那我覺得這概念到後面真的要慢慢去轉變 他可能到後期你沒有辦法 你開始沒有辦法去秒殺對方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抗暴撐高 你必須要比對方撐更久 然後甚至是 你搭配的那個 角色要開始去做轉換 那後期來說的話 就 剛才推薦的那個 神兆的角色 比方說 神兆搭配這個 三神加上這個 神魔混搭 然後將 也有人練那個屬豬喔 所以說這樣的角色也是可以練 其實不管練什麼角色都好 你一定要思考是說 我應該如何把資源集中在單一角色 讓他發揮更大的效果出來 然後我有沒有第二隻角色可以 可以幫我的主力角色 當他那個 打到對方殘血的時候 我有第二隻角色可以尾刀 然後把他整個收掉 避免對方可以 避免對方奶量奶起來 只要你有更早機會 更短時間之內 帶走對方的話 你就有機會獲勝 那其實戰力大概 沒破千萬之前 你去砍對方 你都有機會慢慢的 有機會去先秒殺對方 我意思是說 當你對上戰力也不是千萬的時候 但是如果戰力慢慢佔上 一千五百萬 甚至是兩千萬的時候 你就開始要 射把地撐比對方久 不管是你的 你的補師 或者是你的整個 所以說後期來說的話 神諸葛去摊傷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但是我還是會跟各位玩家講 神諸葛的摊傷 要你所有的武將 抗爆係數夠高 或者是你的硬體夠硬 不然的話神諸葛抗爆 不是 神諸葛套子一開 你可能是直接被對方帶走 都有可能 所以說神諸葛就像雙面刃 他可以保護你的整個所有隊伍 可能被避免被對方一次帶走 也有可能因為神諸葛套子一開之後 你就整個被帶走 所以說 各位要練神諸葛的話 一定要思考 不管說你在神兵這裡 今天等級要往上做提升 這裡會有抗爆 然後跟生命趴數往上提升 包括說有爆傷攻擊跟神斃 都往上做提升 這裡是硬體升級的部分 另外來說的話 後期來說 神降路的開啟是很重要 那神降路開啟的話 會牽扯到你的很多數值 不管是生命或攻擊趴數 速度或者是說 那個生命趴數 然後攻擊趴數等等 都會影響到你的整個數值 但是這裡來說的話 好像 只有攻擊跟速度往上提升是最好 但是沒有幫整個硬體 不要說是抗爆往上做提升 看一下有沒有抗爆 神仙降士 哇就算是這個也沒有抗爆 應該要有抗爆才對 速度加1 我這個其實蠻好的 可以加速度加攻擊 哇這裡 神降路沒有做抗爆 那就是要在 除了說在專屬寶物這裡 去塞抗爆的那個 寶石之外 然後在天鋼地下這裡 地下這裡有韌性 然後沒有抗爆 只有對某個國家抗爆 地下還好 應該在天鋼這裡是不是 這裡就有抗爆 但是抗爆係數也不高 現在整個點滿的話 抗爆也才加1.2%而已 但不管怎麼樣你要慢慢去累積 包括說如何去塞 把不去塞上去 現在我月鷹的抗爆係數應該是最高的 71.5%喔 那當然很多大耳都來到了破百 破百 這不是遊客玩家能用 我看一下這個 這個子龍厲害的子龍 抗爆大概多高 看一下 這不是 這個塞雲爆是不是 然後這 這塞雲爆 免傷跟防禦 那這裡是這個喔 抗爆 然後這裡的話 他的抗爆就有來到74%了 所以說是很高 應該有點天命 天命真的是一個重要 所以大家不要忽略掉天命的重要點 好我覺得 已經聊得夠多了 那 因為最近一直陸續有玩家在提出 神趙雲的隊伍要怎麼組 剛好我看到幾組隊伍是 可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再重複講一次喔 不管你要組什麼隊伍 你一定要把主力打手支援都給他 如果說你不是那種 高強度的那個 投資花很多錢的玩家 你佔力不到 五六千萬以上的玩家 你硬體一定不夠 硬體不夠的情況之下 你要思考的是 我如何 集中資源在單一角色 然後設法在 更短的時間之內帶走對方 那戰力越高的情況之下 你就開始要準備你的整個 抗爆的係數往上做提升 來去跟對方做長期的 回合速的戰鬥 不管說太久 好我覺得 我也無法說我的觀念一定正確 因為我現在玩到後面來說的話 我還是有很多角色打不贏 甚至說有可能跟我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我差在這裡啊 我的檸檬科技這裡 我猛將不敢往上點 不敢往上點 原因是因為我怕 方式的速度追不上猛將 我會蠻猶豫的 那為什麼一定要練小喬 原因是因為我個人本來 就對小喬情有獨衝 那我是射法一定會保住小喬 所以我後續的那個角色一定是 小喬會存在搭配神旁這樣子 那有可能會把郭家給練上來 有可能 那到時候最後的隊伍應該會是這個樣子 會是這個樣子 看一下 然後把這個拉掉 再帶一隻這個好了 或者是說之後的話 有可能不知道 或許會練那個 曹操 但是曹操好像對 魔士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啊不對不對 說錯了 我漏神諸葛 到時候神諸葛會拆掉 然後放這裡 之後應該就會這樣子練 然後主力應該是我們的魔國家 然後輔助角色是我們的神方筒 然後三隻角色去幫兩隻角色做buff 然後再搭配一隻 就是神劉備 這樣就做happy ending 大概就會朝這個方向做前進 但是現在來說的話 是不太可能 因為短時間是很難 因為除了喉引部分拿不到之外 這一隻練完之後還要再練神諸葛 那神諸葛練完之後 才是我們的魔國家 那說不定到時候 那個魔路訓都出來了 或者是神 聽說還有神小喬嗎 還是什麼 我都忘記了 那我們就慢慢的玩 玩到後面這樣子喔 那我影片就大概 講到這裡做結束喔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人 或者覺得影片不錯呢 麻煩幫我點個讚 那如果說你有任何其他問題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讓月世界知道 那我們會盡快的為你做解答 那還是 跟各位講聲不好意思喔 因為 我還是沒有去學那個 影片的轉場 我覺得 我目前還是沒辦法 我就 暫時的先這樣錄 然後跟大家做分享 那如果說你覺得 影片有什麼 不好 或者是不滿的地方呢 有什麼不好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讓月世界知道 然後讓我有機會做改進 然後來趕快增加我們訂閱數 那有機會的話 衝播一千的話 我們就直播 來見面 那如果可以的話 趕快幫月世界訂閱起來 然後月世界現在沒有工作喔 其實我也蠻想放個帳號 然後看有沒有人會可以 donate我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 會不會有人 donate我呢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放帳號 如果說有人想 donate我的話 也可以 在下方留言 讓月世界知道 讓月世界現在 暫時沒工作的 月世界有 小小的收入 好感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